连续三天的元旦假期 很多民众来到花莲放松休息 而31号晚间要迎接跨年了 实地走访了吉安汽修院 松原别馆还有花莲文创园区 业者都说 周末两天白天天气稳定 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下午 都有显著的人潮和车潮 但不像夜市那么涌己热络 不过还是有稳定的人潮和消费 疫情解封 旅游潮也回温 好善好水好空气的花冬 成为许多国内外游客 放松心情的休假去处 花莲幸福观光处表示 元旦连假三天 住宿率达到九成 东大门夜市确实有明显人潮 记者连假两天 实地走访吉安庆修院 松原别馆及花莲文创园区 尽管不像东大门夜市 涌己热络 也拜好天气所赐 仍有稳定人潮和消费 昨天很意外 其实从上午陆陆续续 已经有游客 就是到我们这边来做参访 所以整天下来 其实人流来讲的话 不至于通通塞在下午 有点分流的感觉 其实从上午到下午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就是也跟往年不太一样 那以今天来讲的话 反而就不太一样 也是也不太一样 就是往年来讲的话 应该这个今天的早上 就是连假的第二天 就会开始 就是人潮会陆续进来 那今天到目前为止中午了 那早上的车潮 其实也算还算顺畅 那入院人数也没有 那种突然间暴增 但总体来讲呢 也算是比平常日来讲的话呢 人数有稍微增加一点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平安顺畅啦 交通顺畅 不要造成拥挤 游客能够在比较 轻松的一个情况之下 来做参访 也是我们蛮乐见的 所以昨天来看的话 人潮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会那么多 那我们也有问过就是说在这边的客人是说 他们都是从外地来的都来跨年的 可是一般来说他们的 我们会询问说他跨年的方式 大概都会是在自己的 可能是一些朋友们 大家约了在民宿或者在饭店里面 过这样子的一个放松心情的一个跨年 从2023年跨到2024年 并没有深圳的想要说到哪个景点去走走 就是以目前中原的园区的游客 我们看到的状态是这样子 那所以就没有感觉到那个跨年的那个 热露的那个景象气氛在这个地方 那但是国外的客人倒是 就是进来的入园的人数是多的 是比以前来讲他感觉是 就是一群群的外国客人会进来这样 吉安清修院统计 12月30日这天约近1600人次入园 华林文创园区的酿市集合乐建里咖啡馆 30日周六这天也有近600人的参观消费和用餐 宋元别馆就表示 人潮没有预期的多 但有越来越多国外游客丽临造访 不少游客则选择避开人潮 倾向在民宿、旅馆、饭店 以室内的方式庆祝跨年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